好,大家準備好了嗎? 可以嗎?可以了嗎? 我想在這裡回應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來指控應該是我 說我去考保安的手指 但我相信各位傳媒 如果你有留意那段片段 其實我是要求保安 是要拔開那個手指 但是完全不是梁君彥所說的 他很明顯是誇張了說法 我呼籲主席尊重每一位立法會議員 也不要說一些說話危言聳聽 這種說話是會引起公眾人士很大的誤會 我要求梁君彥主席收回這個言論 我也希望就這件事情 當時我相信那位保安 我跟他有些對話 也應該有說話 我當中很明顯 他說你不要再拔開手 你不要再拔開手 我也再沒有拔開手 在這期間 保安是把我的頭 撞到玻璃那裡 而這些事情 我也沒有作出任何的投訴 我希望能夠作出一番的言論 來到議政事定 謝謝各位 其實是否真的你很拔開手指 還是你純粹要他 我要他鬆開包圍著這個陳志全議員 他那時候是包住了另一位保安的手 我應該正確地去描述的話 但是我認為梁君彥主席很明顯是誇張了說法 我希望他不要再危言爽聽 好 走開好不好 好 I think he is just a exaggeration because what he described is just like I assaulted the people I mean the security people which is not true because I think at that time I just hope the security people to try to release his arm which is going to doing something dealing with Mr. Chen Shichun so that at that time I think I just at that time I als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that people and after the conversation I do not continue to have a attempt to ask him to release his caption 你覺得梁君彥主席的言論是怎樣 不尊重議員法呢 和他誇張在哪裏 會不會他講的話 其實有些是不實的情況呢 首先我在這裏重申 其實今早早 我被台離議士廳 其實這件事本身就是 極其不義的行為 因為葉劉淑儀本身 她是單是因為我 去提出規程問題 以及譚問浩議員 提出這個規程問題 就已經是要求我去 離開會議廳 本身這件事 本身就已經是很大的問題 而我也都是拒絕離開會議廳 因為我是代表香港市民 是來立法會 來到議事 我也都有我的意見 是準備向政府提出 我是希望回應政府的言論 但是葉劉淑儀並沒有批准我這樣做 而當時因為我拒絕離開會議廳 保安是抬離我來會議廳 而這個過程是這樣的 所以我本身覺得 梁君彥其實 將一件很少的事 來不斷地誇大 來意圖製造另一個版本出來 我很希望她不要再 將這些議員藝術搬出來 去搬弄這些是非 將一些本來最不義的事情 是視而不見 好,你看 好,你看